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佳伦在影视界给人的印象一向是好演技 强实力 自从景音之下爆火之后 他演的很多剧都成为了爆款剧 比如何白露的《周深如故》和《一生一世》前世今生系列剧 因为剧情和演技都很给力 赢得了不少的好评 正是因为任佳伦在作品中必须过于优秀 所以在很多人心中 他会在暮色幸运中取得一番的位置 然而有时候并不是演员实力强就能够做一番的 剧组还要考虑演员的流量 影响力等因素 所以这时候就有了另一个声音 认为安德拉贝比也有资格做一番 所以慢慢的双方粉丝讨历越来越激烈 甚至于后期发展成了卑鄙和任佳伦粉丝争抢一番的情况 而即使双方粉丝讨论再激烈 话语权最大的官方却对此几乎不予理睬 任由粉丝们竞选讨论 所以二番的广场格外热闹 粉丝们互爆黑料 丑照的行为必必皆是 不少网友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也是隔岸观火 保持着看谁争过谁的心态 其实不仅粉丝们急 不少网友也比较着急到底谁才是一番 因为把实力和流量等因素整合下来后 会发现任佳伦和安德拉贝比的影响力其实不相上下 说实话呢 虽然任佳伦的电视剧不少代表作也很多 但是时尚资源和咖位等方面还是落后于安德拉贝比一大截的 所以如果不是官方提前定好范位 两人很难分出胜负 这时候就有大家该问了 既然官方心中已经有了一番二番的人选 为什么不提前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呢 也避免了有些人为了范位问题而争吵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是官方的官用套路 虽然范位的不明的确会招来不少的争论和胡思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官方在困难招来了骂名的同时呢 也收获了不少的流量和热度 这也算是变相的为这部剧做了另一种宣传 虽然很多人都建议一番二番的位置会属于谁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把范位搞清楚的 部长网友呢表示不理解这些粉丝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非要争吵范位问题 好好看剧不行吗 对此啊只能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 有的人呢争强好胜 做什么都要争个第一 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人也不想让他们畏惧人后 但有些人呢就比较佛系了 他们认为有好的作品就行了 没必要一决高下 更何况呢 两位当事人呢还没有竞争呢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下定论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一番二番之后的问题呢 当然了 如果想知道确切的答案的话 只能等待官方的通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